来 再一次 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制造什么 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台车呢 是又一台的网红车了 武林星辰 这台挂着银色车标的武林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前几天上市发布会上 他公布了自己的一个价格 六万多到九万多的价格 再次成为一个小小的爆款了 今天这条视频呢 我们就认真来试一下车 首先预告大家一下 这条视频会比较长 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特点 买武林的人会花六到八万块钱 来买一台车的人 他们都会比较谨小慎微 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 会方方面面透透彻彻的 把每一个点都去看透 所以这条视频 我们除了给大家讲一讲 外观内饰以外呢 我们还要给大家方方面面的 去看到三大件的每一个小细节 去看到内饰 去看到车机等等的 每一块的细节了 好 那我们要说到的是 八九万块钱 你去买一台车的时候 其实这也是非常重置化的 一个状态了 不一定是武林 你换成一个吉利 换成一个长安 你会发现像这个级别的车子 它也就有发动机 有变速箱 有空间 然后会有没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竞争力的地方在呢 其实武林这个品牌造车呢 一贯都有一个独特性 比如像我们再往前去看 银标的上一台车 凯杰 那样的一台MPV 它要去做出一个 可以滑动的 航导的一个座椅 这也就它自己的竞争力了 那对于这台 银标2.0的一台新城来说 那最大的竞争力 就在于这台车 会有一个0OS 好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来看看这个车标 开始来讲这台车吧 三维尺寸呢 我会给大家一个数据表格 让大家和竞品 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那整个车长方面 如果你和一台宾致XRV 或者初恋相比的话 它其实要比对手 大那么一点的 如果你要去和一台本田的CRV相比的话 它尺寸又要略小一些 大概和一台极力博越差不多的尺寸 要说明的一点是 其实这台车看图片 你不会觉得它特别显大 只有你站到旁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也是一台不小的车了 在轴距方面 是这台车做的比较突出的一个点 那基本上 就像是东风日产 收了你一台进客的钱 但是把尺寸 却给当了一台销客那么大小 甚至要更大一些的尺寸了 来你蹲下来看一下轮胎 武林这个品牌 跟大轮胎 好像是有点八字不合 因为你会发现 武林旗下 每一台车 好像尺寸都不会特别大 你看这样一台新城 即便是在顶配版 它给你的尺寸 也是18寸的一个轮胎了 如果能够给到一套19寸的轮胎 其实看起来 就会来得更大气一些 那现在这套18寸的轮胎 有什么缺点呢 其实缺点就这一个 就它看起来不会特别显大 霸气方面会差那么一点点 但好处呢 就是18寸的轮胎 这个胎壁会比较厚一些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的舒适性 节油性都会来得更好一些 我们看品牌 用到的是加通轮胎 在取名字方面呢 武林是费了很大的劲啊 都在中国文化里面去讲名字 这个呢叫做 寒山木子 这个叫做 浩月双白 这个呢叫做 雨过天青 还有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叫什么 我看一下 薄雾暖茶 这名字取得 没谁了 那尾部呢 也没有去用到 时兴的贯穿式尾灯 来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电动 没有电动 手动的 这道内饰呢 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套 武林风格 要说的第一点是 武林特别喜欢用这种 白色来做的内饰 我个人是很喜欢 白色内饰的 因为我觉得 白色内饰做进来以后 你有一种很敞亮的感觉 像居家的风格 再往前看呢 整个内饰也是 武林惯用的一种 设计的风格 那这里面呢 是横向的去拓展开来 所以呢 它会让这样一台 紧凑几点SUV 显示出好像 更大一级的那种 宽广的感觉 往上面放一个液晶瓶 再放一个液晶瓶 这个液晶瓶比较小 这个液晶瓶呢 是10.25寸的 其实我可以建议一下 以后直接上12.3寸的 会来得更大清晰 往下方呢 这些排挡杆 然后周边 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在这 应该说 这套内饰呢 是已经显示出了一些质感在 前面我们说 银标2.0 是一个有质感的 有品质的武林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要看到是 时代都在进步 以前开个武林 可能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物理空间的变化 从A点到B点 那时候我们想的是 不要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们赶紧的赶到目的地 那时候我们可能 每天在想的是赚钱养家 但是到了消费 这样一台新城的 这些消费者的时候 他们可能还没有赚得 那么多的钱 但是他们也需要 去照顾家人的感受 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也需要一套特别棒的 Link OS系统等等 所以接下来时间 我们一起来多花点时间 去了解一下这套系统 这套系统我先下一个结论 可能是我最近用到的 同类系统里面 这个语音交互能力最强的 所谓沟通的最高境界是默契 我们来试一下异乎百音 还就是你说一连串的指令 看小玲能不能帮你执行掉 你好小玲 打开雨刮 打开天窗 打开窗户 打开氛围灯 打开空调 它真开了 下雨了现在 天窗开了 玻璃降下来了 雨刮开了 我们看氛围灯也开了 空调现在也开了 一口气执行了五个指令 所以这套系统的语音能力 还是挺强的 还没有关 是否我现在放到 好的 它还有请紧模式 能够发现现在下雨了 因为你要不要关窗户 挺棒的一套系统 昨天我在北京试到了 理想万最新的OTA版本 就2.2版本最大的升级 就在这里了 它有个功能 我觉得特别让我难忘 你好 我现在1米8的个子 我要去摸这块液晶屏 我需要探一下身子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我只有1米7 甚至1米6的女孩子 那我可不是一个身子 都得过来 才能够去触摸这个冷 所以有一个功能 它特别好用 是什么呢 就是锁剑即可说 你能够看得见 那你就能够把它说出来 你摸不到 你还说不出嘛 所以这个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小林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 你好小林 新歌榜 第四手 第五手 那它是替代了我们这个人手 去触摸控制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远远地看着它 懒得动手 全程都用语音控制了 以前我们只能用语音 去控制导航 控制空调 控制天窗等等 现在我们连这些APP 都可以用语音去控制了 那这个功能 其实真的是 可以让你的双手 更多的是握在方向盘上 还有一点的是 我们经常会用自然语意 去测试这些液晶屏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正常人的沟通 一般是两到三层语意就好了 比如像你吃了吗 那接下来下一句问 你吃了啥 那不用再问到是 你吃了吗 吃了啥 因为这个语意 是一层一层在逼近的 正常人三层语意足够了 如果你是干法律的 你可能要用到七层八层的语意 用很多的定语 很多的重句等等 那一般呢 车前面竖的这一套系统 只能够有一层语意 也就是说 它只能鼓捉你的关键词 那我们来试一下 小林到底怎么样 你好小林 北京什么天气啊 北京今天雷晒雨 气温17到26摄氏 那广州呢 那这个液晶品里 到底有哪些品牌 去参与其中呢 比如像我们熟悉的 博泰车机 再比如我们说的科大讯飞 专门做引识别的 其实还有一家公司呢 叫AI Speech 叫斯比池 这一家公司呢 其实也是我刚才提到的 理想万 OTA 2.2的一个供应商呢 他们解决这一些生态的 最大的一点呢是 它没有是简单的 装一个APP给你 它是把这个东西呢 给你解开来了 我们叫它Open SDK 它是把所有的这些 封包的APP 给你解开来 在植入到里面 所以呢 它的整套生态 会来得更完整 基本上我觉得 那一台30多万的 理想万 你有的那些语音交互能力 在这台 八九万块的星辰上 也能感受到 同样的交互能力 如果你说要提一个小建议呢 我就建议 武林可以把这块屏幕 再做大一点 好像武林在做这件事情上 会相对来说 没有那些新势力造车 来得那么大大 人家走位是很风骚的 那武林呢 这块屏呢 就稍微讲了一点点 下次可以给它加大一些 好 那我们再把大家很关心的 一些材质用料的地方 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进到车里呢 这个气味是比较干净的 没有一些刺鼻的气味 那第二点呢 我们看看这里 这个是软性的发泡塑料 这个地方做了一道仿造的 这个双缝线的处理了 往下呢 这个有点像是 雾纹再加一个烤漆的 这种处理的感觉 往下呢 这里是贯穿式的 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但主要的空调出风口 都在这个地方 往下会保留了一些实体按钮 这个点个赞 我是觉得一台车 要保留一些合理的实体按钮 在这里 好 再往下呢 这个是一个机械式的换挡杆 这里呢 可以做手机的无线充电 这些也都是烤漆的面板 加了一些镀铬的边在里面 那双手这么一放的话呢 隔面的 这个地方也隔面的 基本上都是比较软的一个材质了 跟我们说 十来万的车 其实会比较一致的 双手放到方向盘上 那这个地方呢 三点 九点的位置 都是做了打孔的处理 这个握杆还是比较好 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座椅哈 座椅呢 是通体白色的 然后呢 上面做了菱形格 而且上面呢 做了一些打孔的处理 当然 像通风的功能是没有的 仔细一看呢 这台车 其实也没有给到你加热的功能 所以 可能是冬天开车的话 你要提前一下 先热个车 用手机就可以完成 我知道这个后排 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因为 要买这台车的人 一般都是会 全家人都要坐的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后排的腿部空间 其实我都不想说了 你看 往这一坐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你根本不用去量 几个拳套机制 这块空间是非常充裕的 而且呢 基本上 你双手能够触及大的地方 都是有皮子的 那往上看呢 这是一个大天窗 我说的是天窗 不是天幕 因为有些车呢 这个天窗呢 其实打不开的 只能够凑过去透光 但是不能开启 那这次呢 我们看到 星辰的这一段 是可以打开来的 后半段 是一个采光的设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些 其他的小细节 比如像这里 两个儿童安全座椅的 ISOFIX的这个插扣 都给你安排好了 这个也是响应 国家的二胎政策 这里面会有一个 可以拉下来的手枕 这个为什么要单独来说呢 比如像你去买一台卡罗拉等等的车 这已经是一个挺贵的一台轿车了 十多万 对于武林来说是挺贵的 那这样的一台车 都不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手枕 那你看 有了手枕以后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两个手往这一放 其实会有点做专车的感觉了 对吧 再给大家看一个很厉害的点 就是武林还是非常非常考究中国消费者的一个使用习惯的 因为到了后排 有可能坐在后排的一般是我们的长辈嘛 那长辈要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这个角度可以翻多大 三二一 翻 可以翻成这么大的角度 所以你躺在后面睡觉呢 这个真的是非常舒服 腿可以伸得很直 然后椅背可以靠得很厚 这个睡姿势非常nice 好 我们看看这里 一些小季节 空调的出风口 两个USB的接口 一个 再往下呢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这里充电了 再来看看我的脚步 这里呢 是纯屏的地板 因为一般来说 十万一里的车子呢 是不会给你去配套四驱的 所以呢 既然没有四驱 就直接把这个中央通道给你取消掉了 取消掉的中央冲道 拿来去做一个纯屏的地板 换取的是中间这一位乘客的一个舒适的坐姿 应该说对这一台新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的消费者还真的是 宁可拿个四驱去换掉了这一部分的一个乘坐 因为这个消费者只有武林是最懂他们的 好 后备箱的空间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 可以去说明的 我们放下几个大行李箱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块我们就直接掠过了 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讲讲三大件 这是我们的发动机 熟悉的1.5T涡轮增压 这个是发动机的电脑 这个是一个蓄电池骆驼拍的 这一套的发动机我想大家是非常熟悉了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它没有去用到最新的1.5TD 钢内直喷的发动机呢 那个发动机它的参数的确会比这台来得更漂亮一些 但那台发动机的成本也会高不少 像这台1.5T的发动机是进气道喷射的 所以这台机器在之前大概装击了上百万台 在上百万台的装机里面呢 它已经把自己的研发成本 模具成本等等的都已经摊销掉了 所以现在这台发动机的成本应该是来的最低的 对于一台50新陈的用户来说 这个成本的敏感性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用这台发动机能够去把它的价格往下再压个几千块钱了 那我们说到这台发动机的参数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表格来参照一下 如果你拿这台1.5T的发动机和本田的1.5T去相比的话 你会发现功率方面它低了一些 但是扭矩方面它剩了一些 当然我们还可以拿它来和长城哈佛的初恋去比 那两台发动机的这个功率方面会比较齐平 但是扭矩方面这台发动机会多出来那么一些了 那说到50的发动机呢 我就得给大家讲点故事了 就50的发动机工程师说 我们可以不做那么多高精尖的技术 但是一定不能犯错 这也就中国消费者对发动机的一些最朴实的要求 就这个发动机你不能换 所以50坐车的时候呢会做很多的路式 就还贴着伪装的时候 这台车可能去了大西北 去了高寒的地方 就一遍一遍的跑路式 为的是什么呢 就让这台发动机会出现的一些软硬件的问题 尽早 小时的软硬件的软硬件 软硬件的软硬件 是由于是一个软硬件的软硬件 是由于是从总装硬件的软硬件 比较软硬件的软硬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舍夫勒 伯格 华纳 很多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都在里面 这个变速箱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其实我们可能一说到CVT变速箱 会想到的是像Jatico CVT8这样的一个比较经典的设计 里面有一个液力变举器 然后又有一个钢带一个锥盘的传动 它能够做到的一些结构 也会和那台变速箱会比较相似 有液力变举器的结构在 所以里面的一个变速比最高可以做到7.0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力量可以会放大的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它在跑高速的时候 转速会控制的比较低 配合这个发动机来做一个省油的处理 应该说这个箱子也是经过了一定的考验 然后我们说这个箱子 也为中国市场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比如像我所知道的工程师当时告诉我们 他说这个箱子会去做一些极度的一个陡坡的一个测试 什么意思呢 就是CVT的变速箱它去承受这种扭矩的能力会比较有限 所以你要去做一个陡坡测试 尤其是像重庆云贵这种山区的地方 它一定要扛得住 否则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这台武林车了 还有这台车做了一些很变态的测试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他们会去碾那个马路牙子做一个测试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年马路牙子突然冲上去的那一下 这个变速箱是在承受一个瞬间的冲击的 所以像这个状态 你不能让这个变速箱坏了 等等 这些都是变速箱里的一些特点 当然这台车一些具体的开起来的状态是什么呀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起来再说吧 走 你不要去看它的功率到底有多高 你就看它扭矩到底有多少 对于家用车来说功率其实这个数字不是那么重要 但扭矩是非常重要的 扭矩多少 1.5T的发动机给你250牛米 那我知道肯定有很多媒体会说 这个动力将强够用 也挺不错 挺适合买菜家用的 其实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不想太承担责任 你要说这台发动机动力强劲的话 网友会喷你 但我反过来问一个问题 1.5T 250牛米 那如果是大众呢 大众1.4T也是250牛米 那大众的动力 如果有人觉得它是动力强劲 那为什么到了武林身上 你又不能接受它是一个动力强劲呢 所以怎么来评价这个发动机呢 我觉得这个发动机比动力强劲要低一些 但是比江江够用要高一些 大概就是一个满足你日常使用 甚至在你堕下一脚油门的时候 还能给你一点加速快感的 那样的一个动力 但变速箱这一款 是我们更重要的去要说到的 那有人会说了 为什么不用AT变速箱啊 大哥我也知道AT变速箱好啊 AT变速箱往这车上一装的时候 它的成本上来5000块钱 你受得了吗 反正武林的车主是对价格比较敏感的 来来去去还是那句话 你先把它放到这个价格来评价 所以咱先把AT拿开 CVT和双离合你到底选哪个 CVT肯定有自己不足的地方 那双离合肯定也有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们得要辨证的来看哈 双离合的变速箱呢 在这个状态下呢 起步的那个环节会相对来的更加顿挫一点 但是跑到了高速的时候呢 那它那个时候又会来的更有运动性一点 但是一台家用车选择CVT 那就意味着你会选择省油的一个状态 比如像你要跑的一个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 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个转速 所以它会尽可能的把你的油耗去降低下来 这是CVT天生的属性 那CVT到底好不好开 这台CTF25变速箱 应该说在扭矩扛扭矩的这一环呢 做的还算是可以的 你要知道以前去驮一台RS5 那台车比它还要更重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现在目前这一台更轻的车子 它的一个动力的表现就会来的更好 比如像我们去做一些起步的那个动作 老的那种CVT变速箱 其实在起步的那一个环节是非常不顺的 但是你看像我们去起步的时候 那个0启动一直开到20 30的那个动作 它也是来的会比较顺的 所以这套动力系统 我怎么去评价它呢 我觉得整套动力系统呢 就是没有给你太多高科技的东西 也没有去给你讲太多花里胡哨的 但是呢 这套动力你要是拿来作为日常代步家用 你平衡油耗 你平衡一个日常的使用平顺等等的 这套动力我觉得没毛病的 那我们再说一下底盘这一块 底盘给你所有的感觉就是舒适的那种取向 我也不觉得开这台车的人应该会去运动啊 跑山路啊 那都扯大 这台车呢就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设定 弹簧调的比较软 避震器调的也会比较软一些 在这种中速比如像四五十的速度里面 去碾过一个井盖的时候 你会发现 嗯 噗嘶一下 噗嘶一下 这个舒服的状态 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后悬挂它用的是一个扭力量的悬挂 我知道这又是一个槽点 可能有些网友会觉得 啊 扭力量悬挂 穷出江湖怎么的 应该这么说吧 回到这个价钱再来去评价 那这根扭力量到底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呢 我觉得这种舒适性也没见得 就是特别影响多大的舒适性 反倒有一点是什么呢 它的后悬呢 那根避震器做了一些文章 Cony FSD 这个是什么呢 很厉害的划片 然后这个划片会什么呢 它可以在低速的状态下 从一个通路过来 在高速的状态下 从一个通路过来 所以呢 你的慢速的冲击 快速的冲击 它是走的不同的油路 这样下来呢 会让这个过程呢 来的质感更好一些 这种起伏感呢 也会抑制的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这台车呢 还是回到一个舒适的取向来看 整个底盘给人的感觉呢 也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舒服的 你看现在地面上 有一些凹凸不平的 它都能把那些都滤掉 这些感觉都是挺好的 那你说这台车开起来 会不会也有一些小遗憾呢 我就觉得 这台车如果能够给一套 L2级自动驾驶辅助 那就太好了 可是问题也就在这 再次回到价格 这个价格里面的L2级自动驾驶辅助 好像没有也就没有了 人民需要什么 武林就制造什么 下大雨了 人民需要雨伞 武林还制造了一把雨伞 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试到这台新城 再次回到价格的这个区间 应该说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能够好好给你造车的车企不太多 不拼拼凑凑的 这已经是不错了 但是能够把一个这个价位的车 造出一些自己有想法 有一些个性的地方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台新城的时候 我觉得我记住的一个点 就是这台车真的是那套Ling OS 是真的挺好用的 还是那句话 他们说自己十万以内最能打 我觉得这个说法 最咱先拿掉 但十万里面很能打 这台车倒是真真正正的 可以这么去说了 十万块钱的一台小车 给了你COP的三大件 给了一个我们刚才说到的Ling OS 还挺好用的 而且这台车还给了你这么多 挺骚包的一些颜色等等 我觉得这都是作为一台家用车 一个挺好的一个自我修养了 这么说吧 这台新城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我们一个适合远方的一台车 但它是拿来做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们 拿来做代步的居家的一台车子 这是一个挺值得你来看一看的车子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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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